非常开心就与大家见面了 感恩关心我的朋友 聆听我的分享来跟我按赞支持 老师好 亲爱的超马家人以及军男美女们 大家好 今天分享虚拟卡抽到的四张卡 这四张 太阳卡的部分圆容 修行就是要 有自己的层次 要如如不动的守住己心 别人无知自己心里明白即可 不要随之起舞 人世间凡事讲求圆容 但不要把圆容和虚伪搞错了 圆容意识 没有矛盾障碍的境界 也就是在 对的前提下用智慧的语言去诠释 使之一切皆圆满 让别人不会产生反感或烦恼 这才叫圆容 太阳圣德导师 守住自己的心 守住自己的心 这个是 一个基本的 因为红尘的 引诱 红尘的共振 要相当的小心 如果没有守住自己的心 一下子就 随之起舞 就是破功了 所以 如果守住自己的心呢 就是正能量也要够足 地止规要够落实 而且每天的基本功课就是要落实 心法要做 渺渺察觉自己的问题 心得 血心得 该做的做 照镜子 渺渺 GPS 去我 等等的 这都是 一个 每天该做的 甚至要练到分分秒秒都在做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部分 要去除 修行不需要很多的嘴脸 同一件事情面对很多的人讲不同的词 这是 修行人的大忌 也就是我们一切要 真 而不是把那个我展现出来 人世间讲求的是圆融 不要把圆融和虚为 弄错 圆融就是没有 矛盾 障碍的境界 这里提到的 也就是 该做的 功课要做到 因为 人们都是有惰性的 要学会自治 自我要求 一步一脚印的持续进步 切莫不至天高地厚 认为自己自治好 以修炼到某种程度 当 你心生词异念头 或言语的同时 空间场就会有 不明的众生 向你挑战 所以觉察每个起心动念 谨言顺行 必须是分秒间 持续的进行的功课 感恩这张卡的提示 要注意 言行其子当中 不可以 察觉自己的念头 是不是 果子又出现了 第2张卡抽到的是 舍我其谁 修行时 若没有大的愿力 或志向 就容易随波逐流 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态 好好的 为天地做些事情 冥冥之中 天地就会为你安排该走的路 太阳圣德导师 发愿 发愿 行愿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愿力 你自己来讲根本没有一个方向动念动力等等的 这里还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要守住 法界的一些规则 因为在法界一切是 没有在讲情的 对于你自己的法级老师 越有恭敬心就越容易得到成就 所以 这是一个 要很注意的现象 因为 心法在传授 就是完全在一个 自己的一个心念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 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 每天的心法当中 在做心法的过程中 就会与天地连结 天地就会 给我们很多的教化 讯息 所以 要注意 10点今天抽到这张卡 也就是 愿力的方面 要多加的恰强 同时要 真大愿力 这个提示 所以 晚上要 思考一下 如何在 更大的愿力 第三张卡抽到的是 言以利己 言以待己 要能够察觉自身的不足 无论是哪一方面 都不能对自己 太宽松 阶段性的主题要积极地 补强 更不要为自己找理由 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改变 枉费医生 对自己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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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自己残忍 所以 言以待己 这个就是要 去除自己的习性 先设计 顺从是一种美德而非扮演唯命是从的角色 顺从的重要基准点是让对方知道你是有智慧 有选择的顺从 若能够郑重其事的让对方明白 我的顺从是基于智慧与爱心两者兼具的情况下才会成立 他必定会对你另眼相看 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逻辑观念也要清楚 而不是盲从顺从 这就是一个灵命的提升当中要必经的过程 这一点只要基本功课每天的落实 自然而然与天地共振 天地就会给我们智慧 所以今天所抽到的四张卡 很感恩导师的一个提示 就是告诉自己 要守住自己的心 不能因为工作一忙 就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功课没做 这就是守不住自己的心 同时 发的愿 一定要 要按部就班的去执行 因为负能量说了算 再来言以代己也就是 等等的习性当中 要不能对自己太宽松 不要认为自己在修行的路途上已经有到一个火候 因为修行是无止境的 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 休假 或者是带舵的一个刹那之间的一个念头都不行 所以 要再加油 今天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大家 因为即将过年到了 新年愉快 心想事成 晚安